我是你的好朋友 楊潔 在訪問中部的訪問大家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跟大家一起來樂活一下 HAPPY一下 我們說呢 平常如果聽我朋友 你有運動的習慣 如果你有在騎自行車的話呢 欸 你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高雄市牧場 在自行車道的一個建置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喔 而且好多地方 它都搭配附近的美景喔 也有自行車道可以騎乘 所以想像這樣 聽眾朋友說 有在騎我們的腳踏車 在假日的時候 也常常會跟我們的家人 一起去騎乘腳踏車 那今天節目當中呢 楊潔特別跟大家推薦 在我們的高雄市觀光局 有個乘風而起的活動喔 那邀請我們今天去特別來賓 跟大家分享 我們邀請到的是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我們的局長 曾滋文局長 可定你好 楊潔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是 怎麼透過我們的臉書 我們臉書的直播 臉書的朋友大家好 對 跟大家見面喔 我們看到其實今天的我們的背景 特別挑選很多的 包含騎腳踏車的一個畫面 高雄的景點 所以其實在我們高雄很多的景點 搭配附近的自行車道 其實是可以很充實的 進行一日游或二日游的行程 對不對 對 是 其實高雄是一個很適合騎自行車的地方 那我們這幾年 在市長的聯軍之下 其實建制的這個自行車道 大概已經完成了八百九十五公里 那我想這樣的一個非常便捷的 這樣一個自行車路網呢 其實是全台灣 真的是一個非常適合騎自行車的一個城市 是 在我們今年度乘風而起的單車旅遊活動已經開跑了 對 其實由我們觀光教來幾位這次的活動 我相信有很多聽眾朋友 也許您騎過自行車 但是如果要跟一群人一起騎 這個可能不太有機會對不對 對 其實我覺得現在旅遊的型態 跟過去已經很不一樣 不一樣了 過去的旅遊型態或許就是 比如說你可能搭遊覽車 或者是就是跟團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這幾年比較盛行的 應該是一個比較深度旅遊的概念 譬如說你可以找一些好朋友 一些大家志同道合的選擇旅遊的型態 所以我們這一次推這樣的一個自行車的遊程 基本上就是有一個慢速旅遊的概念 是 那也結合在地的社區 那介紹在地的一些深度的文化也好 或者是DIY也好 那當然慢速旅遊 那就是我們的運據 就是我們的自行車 所以其實尤其高雄 雖然大家覺得高雄好像有一點熱 但是現在這個天氣 其實不錯 其實不錯 它其實會有一些涼風 那我們來這邊騎自行車 也不會有下雨的這樣的一個顧慮 那我們就是在一個天氣非常好的狀態之下 然後有非常舒適的自行車的路網 那然後我們再來規劃很多 值得去深度旅遊的這樣的一個景點 或者社區的文化 或者甚至是古蹟 讓大家慢慢遊 所以今年我們的多年 乘風而起 大概會規劃幾條比較經典的路線 讓大家參加 其實乘風而起的活動 從去年開始就受到大家的歡迎 當然 那去年我們就推出了就是六條路線 那當然我們也有三條推薦路線 所以總共已經有九條路線 那但是去年推出這九條路線 都是以一日遊的概念去做一個規劃 那今年我們特別跟去年有很大的一個突破跟不同 那我們今年特別推出了有六條一日遊的活動 那另外呢我們有一條就是兩日遊 就是你可以到三層然後慢活 然後可以騎兩天的腳踏車 過夜的 過夜的 那另外有一條就是我們知道高雄的晚上是很舒服的 所以我們規劃一條這個城市的夜期的遊程 所以我們今年一樣是有六條一日遊的遊程 那這一次我們特別更擴大整個的遊程 包括我們開發阿公店水庫跟金山社區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遊程的騎乘的路線 另外當然還有包括前定的海線的這個路線 另外還有在我們市區我們的夜期的亞洲灣區的一個路線 所以我們今年包括我們的過去到大樹或到旗山 今年更深入到山寧美濃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整個東高雄的美也帶給大家 是 所以這次的路線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而且而且一條路線 你們有做幾個 大概十幾公里左右 是很適合全家大小 對 我們這次的這些路線呢 大概都接近是15公里左右 大概也有到18公里的 那也有12公里的 那所以大概在15公里上下 那這樣的一個公里數其實我們也請教過很多的專家 那其實還蠻適合全家親子都其實不會太吃力 小朋友也OK 對 我們選擇不會選擇這個專業的路線 比如說你要變速要爬坡 這種 競技型的就比較沒有 對 我們比較不是競技型 那就是讓大家很舒適的 然後去體驗這個騎乘的觀光 對啦 因為其實剛才我們跟店員說到 現在路遊的營食和營台都稍微轉變 不太一樣了 以前可能是坐遊覽車 你去坐地方 走下去 可能買東西 看看 那裡的風景 對 可是現在的旅遊形態變得比較深度 對 一個景點 你可能會停留的時間會拉長許多 是 我覺得這樣子也很適合我們的高雄朋友 帶外地的朋友來高雄 也許 我說實在 說不定你到過那個地方 我們各有人說實在 你別去過那個地方 可是你對那個地方絕對沒有那麼興趣 是 對不對 所以我就趁這次活動也可以好好的來 讓大家運動一下 認識一下高雄 如果有外地的朋友來的話 也推薦他一起來騎乘 我相信是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回憶 對 真的 那今年的這個單車旅遊路線 它大概每一條路線有什麼樣的 比較特別的特色 是不是 舉掌 剛剛大家說一下 對 其實我們這一個乘風而起的活動 已經從8月26號就開跑了 OK 那我們目前已經有兩條路線呢 是已經舉辦了 已經有人去騎過了 OK 包括我們的臨遠老街的風情之旅 是 另外大樹的農村豐收之旅 有兩條呢 這兩條其實已經有騎乘 那得到的口碑都非常的不錯 是 所以我也希望藉由這個機會 來把我們這六條一日遊的遊程 以及我們有一條過夜的遊程 OK 還有包括我們城市的夜期 來介紹給大家 哇太棒了 好 那首先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臨遠老街風情之旅 是 這條遊程大概只有十二公里左右 那當然臨遠這個地方呢 大家都知道我們最近呢 大概有一個臨遠濕地也非常的漂亮 是 但是大家也常聽到 臨遠這個地方也產洋蔥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其實是帶著大家來體驗 臨遠的老街的風情 另外呢也可以去參與這個DIY的製作 比如說洋蔥可以做洋蔥紙 洋蔥大家都知道可以拿來炒涼 可以拿來做涼拌 對啊 但是知道洋蔥可以做紙的大概不多 洋蔥炒蛋 洋蔥怎麼做紙 我好愛吃 所以我們由社區的成員 來教大家怎麼把洋蔥做成紙 這件事情 是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的一個比較特殊的 我問一下局長 洋蔥紙剛才沒 那個我知道切洋蔥 我們婆婆媽媽都拿 切腦肉肉肉肉菜 洋蔥味道也蠻重的 對 洋蔥紙還有那個味 不會啦 真的不會 因為洋蔥 其實我們日本的洋蔥也這麼多 OK 它的洋蔥的辛辣味沒有那麼重 那當然要製造成紙 它有一個製紙的過程 不過當然多少會有點洋蔥味 不會讓你流眼淚 不會流眼淚 對 那另外呢 大樹農村 農村豐收之旅 大概 就是搭配我們現在很紅的通靈少女 那 對 知道 看過 通靈少女 做紅菇粿傳情 所以 大概會教大家做一個鳳梨口味的紅菇粿 這個就很特別了 是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所以裡面是紅菇粿 對 紅菇粿 對 這個風味非常的獨特 沒吃過耶 是 那再來就是我們有一條呢 就是我們的亞洲新灣區的這個城市為旅行 是 那這一條我們就規劃作為夜期 那這個夜期的部分等一下我們再來 再深入的講一下 是 另外還有就是我們的這個鳳山古蹟文藝之旅 好 這太棒了 對 那你知道我們鳳山其實是一個 一個舊 它是一個 還蠻有蠻多古蹟的地方 是 但是又是一個人口密集的稠密的地方 那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新舊的文化 在這個地方都有 所以我們特別規劃了一條鳳山古蹟文藝之旅 那我們希望能夠帶著大家來到這裡欣賞 比如說我們的龍山市啊 是 或者是到我們的舊鎮南 除了看古蹟以外也可以做做糕餅啊 這個DIY 可以吃一個餅 是 好 那另外當然還有我們的迅風炮台啊 好 那這個都非常的有名 是 另外還有我們原來日本海軍鳳山的這個無線電信所 還有很有名的鳳儀書院啊 這些都是在鳳山很值得去旅行的地方 而且它有兩個梯次對不對 對它有兩個梯次 所以我們的朋友可以來參加 其實鳳山古蹟的這個騎腳踏車文藝之旅 楊潔曾經參加過一次 而且 會發現說 你每天去騎 這幾個地方 說實在 你騎摩托車也都走過過 嗯 比如說龍山市 喔 雙慈亭 雙慈亭 風雨書院 對 你可能都走過過啊 可是裡面到底藏什麼樣的秘密 根本大家都不知道 是 啊這個歷史啦 還有它的一些碑 碑文的記載 歷史的記載 是 還有它的歷史建築的特色 我覺得我們聽眾朋友一定要來 好好來體驗一下 因為你如果騎腳踏車 然後結合這樣的一個 就是比較深度的旅遊 那我們會有一些深度的導覽 所以你就會比較有機會 能夠認識這些歷史 或者是古蹟 像我楊潔說的這些 對啊 對 而且可以提問 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你就問嘛 是是是 好 我們還有一條 就是我們的阿公店 金山回味之旅 是 那其實金山社區在燕草 那這個地方其實 我也去過 那個地方真的 看夕陽非常的漂亮 好漂亮 那其實更重要的是 大家都知道 燕酒是什麼 水果最有名 芭蠟 對就是它的芭蠟 但是你剛剛有吃過它的芭蠟燒 蛤 用芭蠟做 我們聽過的芭蠟燒 對 但是你有吃過芭蠟燒 所以就是說 我們也開發了這一條 結合阿公店水庫 那個非常漂亮的一個 黃湖的自行車道 然後呢 到金山社區 那也會教大家DIY 比如說芭蠟燒 這種DIY 對 所以 教授你吃過芭蠟燒 我吃過了 芭蠟燒裡面 感覺到芭蠟燒 不一樣的地方 有 因為芭蠟燒 有一個很香的芭蠟燒 芭蠟燒 是它的芭蠟燒 芭蠟燒 對 所以兩個有不同的風味 都很好吃 OK 我覺得最近 鳳梨酥的變化越來越多 芭蠟燒 說實在的 芭蠟燒 我沒吃過 芭蠟燒 對 而且要吃自己做的 所以現在市面上也很少看到啊 其實他們社區有開發 只有社區 他們有在做 對對 他們有研發 有這個 在販售 對啦 我覺得這個 芭蠟燒 要怎麼研發 要怎麼做 它需要很大的耐心去做研發 跟嘗試 我們大家來看看 好 再來一條就是 我們的家庭 就是海鮮 我們的這個茄甯生態海風旗旅 OK 那這個地方當然茄甯 我們都知道海岸線 過去可能它不是那麼的漂亮 可是這幾年 市長把整個海岸線整理得非常的美 那我們也結合在地 它有很多這個 談吐雨喔 我們台灣在地的談吐雨的富裕 那個地方我也去看過 他們把整個二人溪的整治 做得很好 藉由社區的力量 那有一個扇板 好 那所以我們騎著腳踏車的漫遊呢 可以到這個地方 來看看貪突魚 好 那它也會教你做一些紙雕 紙雕 對 有一些DIY 所以這條也是一個非常值得推薦的 有沒有吃東西 有沒有 當然 吃海鮮嗎 決定這個地方是不是要吃海鮮 對啊 海鮮就是要吃海鮮嘛 對 OK OK 太好了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 其實我們從林園大樹亞洲新聞區 這等一下我們可能也會說了 對 鳳山 潔町阿公殿 那這個都是屬於一日游的行程 是六條對不對 對 六條一日游 對 那有夜期的部分 跟大家說一下 好 那這個夜期呢 其實我們規劃是在9月23日的晚上 好 那禮拜六我們 就是希望能夠讓大家跟我們一起來體驗這個 亞洲灣區的這一條路線 是 那禮拜六的晚上我們推這個千人夜期的活動 OK 也就是說歡迎邀請大家來騎梯北 騎腳踏車 逛古山岩城區 古山岩城 那這條路線其實還蠻適合全家大小來供企 那集合點是在香蕉碼頭 OK 到哈馬興的古山渡輪站 那另外就是也可以欣賞我們的高雄港的風光 那也可以到沿城的巷弄內去尋找我們沿城的這些美食小吃 OK 那最後呢到這個高雄的熱門的景點來欣賞這個博二特區的 是 夜間的文藝的風情 好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等你夜期這個完期之後 結束之後 第一個你可以領到精美的禮物 OK 第二個呢 你還可以參加抽獎 我們抽獎的項目 有機票 有住宿券 Oh My God 非常的豐富 那另外當然我們 這一個是免費的騎乘 你不用交報名費 不用交報名費 你就可以來騎 不過就是唯一就是你要自己自備你的腳踏車 那這個我們上網開放報名三天 就額滿了 就是秒殺 秒殺 先人 對 但是我們還是歡迎大家 就是我們會開放現場報名 那當然有99個名額 不過我們就是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來夜期 OK 現在其實名額已經滿了 對 但是現場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大家一起來 對 不過呢 如果你要獲得個精美紀念品 或者是你要抽獎 必須要完賽喔 要要 對對對 他有過關喔 對不對 他過幾個關之後 你幾點才能夠參加後續的活動 對 你不能夠偷懶喔 哈哈哈 不過我覺得說如果千人在一起騎腳踏車 那種感覺一定很特別喔 是 對 在這裡很壯觀耶 是 大家坐會騎 坐會騎 因為其實在煙農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高雄呢 其實你可以發現高雄在晚上其實是很舒適的 那尤其是騎著腳踏車 然後吹著涼風 對 那看看高雄夜間的風光 那因為這條路線呢 基本上我們是有在鹽城區 在哈馬新古山 是 那也會到這個整個我們的這個台旅 是 中綱總部 好 那我想這些都是很適合去逛的一個地方 另外還有就是我們的玫瑰聖母院 OK 那經過高雄展覽館 好 那包括我們的總圖 是 這些大概 OK 大家坐會來 來體驗一下 是 那當然就像剛剛楊潔說的 你可能曾經自己經過過 但是也許你可能應該是說沒有這個機會是千人一起經過過 對啊 就是你想像那個 哇一千個人一起一起 而且 而且我 好多好朋友 他們有一些喜歡騎腳踏車的愛好者 他一直到我們推出這個活動 馬上就問我說去站我要報名 報名報名 對就是而且他們都是一對一對就是團體的 所以他們可能平常就三五好友 就是喜歡騎腳踏車 好幾個 這樣大家做會 對 可以賺錢 還是說要睡 你要不要來騎 OK 好來騎 有現場 現場過去要自己自備腳踏車 是 那我問一下局長 你說自備腳踏車 如果說我租 像我租用租車的也OK 你說我們的公共自行車 可以啊 當然可以 也是一個方式 是啊 公共自行車非常的方便高雄 對 不過可能大家要盡早 不然我相信可能有可能搶不到腳踏車 有可能喔 好 來呢 我們來看到的是二日遊 這個二日遊很特別喔 對 是 而且以往來說這是第一次辦二日遊嗎 對 我們其實是第一次規劃一個二日遊的遊城 那其實我們 呃 因為這個一日遊的遊城其實就是當天的這個部分沒有過夜 那其實有很多漂亮的風光 尤其在我們東高雄 是 那所以我們這次特別規劃了這個二日遊的遊城 所以這個二日遊的遊城呢 基本上我們規劃的是在山林美濃這個地方的一個二日遊 所以會在山林 好 有這個遊城的規劃 包括我們的小林社區 日光小林 包括我們的大愛社區 大愛社區 那另外當然也可以去體驗葫蘆的DIY的製作 喔 這個好特別喔 對其實山林區他們最有名的就是他們的瓜類 對瓜果類非常的豐富 比如說有金粿啊 有補啊 對 這些各式的瓜果 當然 但是他們也把這個葫蘆 就是補啊這個給來 這葫蘆燈的雕刻 所以他們會有老師帶著製作的這樣的一個DIY的活動 OK 所以我們希望在山林區可以有一個這樣的一個遊城的騎腳踏車的一個玩法 那然後呢也可以選擇在美農或在騎山過夜 那你就在這個附近有很多漂亮的民宿嘛 OK 那過夜之後呢你就是可以在美農騎山 還可以再有一天可以騎乘 那當然美農就是我們非常漂亮的客家小鎮 對 所以這裡有保留非常美的一個客家的文化 所以包括我們的紫傘的DIY 喔有做紫傘DIY 可以去看看永安老街的一些導覽 比如說它的藍山店 是 另外也可以去做這個雷茶的DIY 所以其實美農這個地方也非常的漂亮 所以這兩天的遊城是這樣的規模 超棒的 超棒的 因為剛剛局長說這個山林的葫蘆雕齁 楊潔我有買過它的夜燈 喔對你那是小的小小的很可愛 我還要買它還有請它做很特別的那個蓮花燈 對它有蓮花燈還有很多很特別的 你要自己親自去看啊 對 那我覺得每一個都是很精緻的 不過DIY的話就是你做你自己的 那你喜歡什麼你就自己畫上去 可以自己 可以自己創作 你自己創作 是個很特別的經驗 又可以去騎腳踏車 那美農的話 雷茶楊姐也雷過了 不過我覺得雷茶必須要有個美感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美農的雷茶跟北部苗裡的雷茶有沒有不同 不一樣啊 真的喔 你真的知道 我記得美農是那個甜的對不對 是甜的嗎 那北部是鹹的 是嗎 好像有點答錯了是不是 OK 就是你愛很用力 很有耐心的去雷 客家雷茶 就是這個姿勢 對不對 你要去雷 不過我覺得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都不要公佈答案 OK 讓我們的遊客自己來體驗就對了 鳳哥又很有愛心 很有耐心 很有耐心 要慢慢雷 OK 時間關係 我們趕快進廣告 等一下廣告回來再跟我們的局長 開槓 等會馬上回來 廣播效益五遠佛界 全國奉賞 快樂小午茶節目與馬里拉 經濟文化辦事處合作 提供外勞資訊交流平台 歡迎留學遊學觀光旅遊業者 或是老土人使用的產品 外籍勞工等等相關的產業 卡電回來 快樂電台為您量身訂做廣告專案 卡電回來 找LINE助長開拓無限商機 電話是07-335-4233 空氣335-4233 -336-335-35 -yahitud 聚焉 最魅力 我是董事基金會的義工張均寧 拒絕艷害就是愛好自由 与充满自信的具体表现 让我们一起成为 助人戒烟的巨烟武士 全球租车公司服务电话 零七八一三三四零二 八一三三四零二 神啊 夏天到了 我胃口不好 不想吃太油的 那该吃什么 那就来吃鱼吧 台湾牛马 海红雕 采用专利生态循环养殖系统饲养 马起后 清炖不燥热 料理好清爽 天气再热都有好胃口 哇 今年夏天 就吃台湾龙马 海红雕 清爽不油腻 零八零零八九三八九三 控八控控八九三八九三 阿喜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啊 阿田啊 我朋友要跟我借银行账户 做海外投资 还说能让我顺便赚一点外快 可是我觉得怪怪的 我建议你要谨慎一点 别成了人头账户 六月二十八日开始 洗钱防治新法上路 只要涉及移转 隐匿 收售 持有 或使用不法来源的钱 都可能触犯洗钱罪而没收哦 没有洗钱就没有诈骗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轻轻松松 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 快乐年报忘 让你快乐的台湾 无憾精彩的故事 每天都自由主宰 无憾无路 Happy Everyda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部现场 现场时间 中午12点45分 中午12点45分 你所收听的是 看路电台FMQ7点 5时文刷上 我来过是杨姐 在空中被伴 大家 在今天这部现场 我们邀请的是 高雄市政府官 叫我们的局长 曾思文局长 在这部当中 跟大家来 做会 体验骑脚踏车哦 去玩好玩的哦 好玩的DIY 其实我们 刚刚上个段落 说到我们很高兴 那当然有好多地方的一些特色 我们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好了 其实像 在我们高雄市的 这个亚洲新湾区的一个 围旅行的部分 也带大家去做这个 爱遇DIY嘛 还有参观一些 原名的故事馆 那是不是 局长 跟大家说一下 这条亚洲新湾的 这个城市为旅行呢 其实是我们新开发出来的 一条路线 所以它也是一个 一日游的路线 那当然我刚刚有提到 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台旅啊 或者中纲总部 这个我们都会 包括前阵之心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会在这里呢 到原住民故事馆 那里面就会有一个 喜爱遇的这个DIY 你有喜过爱遇吗 我吃过 没喜过 那你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 因为吃这个自己洗出来的爱遇 可能跟人家吃人家做出来的 不太一样 不一样 对 是蛮有趣的 所以去体验一下爱遇 是怎么洗出来的呢 所以在这条游层里面 我们就有这样的规划 会不会很难啊 不会 非常简单 我洗过 你洗过 所以你吃过 你洗过的吗 真的 真的 所以跟外面自己 外面买的不一样 老板来一杯 柠檬爱遇 很多话 看过 其实基本上 是 因为就是自己洗出来的 爱遇其实洗出来 就是那个 爱遇动 对 所以 会不一样的原因 是因为是你自己做的 有你自己的爱心在里面 对 OK 好 而且绝对是天然的 对 因为你自己做的 是 好 那我觉得有几个还蛮特别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局长 其实在我们鞋钉 鞋钉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讲到有这个纸雕嘛 对不对 它有一个叫卤笛 卤笛这个是什么 卤笛 好 它是运用在地的一个素材 做成的这个笛子 对 那其实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生态 也富裕了红树林跟弹土鱼 是 那所以你来到这里 刚刚你有问 有没有海鲜可以吃 当然有 那里有一个这个新达港的 我们的一个观光的 一个鱼室 所以你可以去那边采买鱼货 所以其实鞋钉这里 有非常好吃的 这样的一个海鲜 那你刚刚讲 就是我们的弹土鱼 还有包括卤笛 它就会教你怎么做这个卤笛 OK 大家去看看 应该是很好玩的 对 是很好玩 那美农 山林美农 服气游的部分 我看到有做猫头鹰DIY 我记得像 原名朋友 他们的这个 吉祥的象征的吉祥物 猫头鹰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代表 对 其实我们有时候到日本去 他们也常常会有做这个猫头鹰 尤其在他们的北海道 那其实你不用到北海道 在高雄我们的大爱的这个社区里面 他就有教就是教你做这个猫头鹰的这个DIY 可能是用 因为我没做过啦 不过我在想 应该是用他们的这个 呃 他们的布 布脂 哦 布脂 对的部分 对 那可以做这个DIY OK 我也可以找时间去体验一下 我有买过 我有买过 真的吗 我讲了这样吗 是啊 对 对 李嘉那个布料不太一样 布料不太一样 而且你可以选你喜欢的 是是 就有福气猫头鹰 福气猫头鹰 对对 你也可以做那眼睛比较大的 对对 那你可以做眼睛比较小的 是是 所以还蛮好玩的 蛮好玩的 好来 那我们 其实有两张我们的DM 我请我们同仁帮我们秀一下 因为其实这次乘风而起呢 要跟我们听众朋友 尤其透过我们的网路的朋友 先来看 是这一张 就是乘风而起 也有港督的部分 那我们叫丁凡和大家 先介绍一下 这个看到路线有ABC嘛 这个是过关的地方是不是 是的 就是底七晚以后 那有集这ABC这三个骑士章 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 这个精美好礼 所以大家注意哦 A就是古山渡轮站 B是在严城浦的周边 那C是在大义的仓库群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业企的规划 的这一条路线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是围绕着我们的哈马兴 我们的这个西子湾 我们的这个严城区 对 所以这是这一条这个路线 9月23号 9月23号晚上的七点到十点 对 重点是免费的哦 对免费的 那当然是因为叶琪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喜欢叶琪的好朋友 自己要准备脚踏车 那当然也不要忘记了 安全配备一定要戴 比如说你的帽子 安全帽 安全帽 你的前后灯 这些都要注意哦 对 这个特别小心哦 尤其 因为杨姐也在做交通安全 这个法规的部分 一定要特别留意 尤其现在 我们也注意到大家的安全 前后车灯 自行车前后车灯 一定要装 对 安全帽一定要戴好 我们大家要特别生意哦 那这有好几个点 要带大家去 比如说有这个 我们的起点是在蓬莱路 这里我们会做一个舞台区 那我当然呢 也非常鼓励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这条路线 大概有七公里 那我们 因为我们的骑乘时间 是七点 所以其实呢 我真的是在这里呢 也希望邀请我们 所有爱骑脚踏车的朋友 来跟我们夜骑之前 先来体验一下 严惩的小吃 这附近真的有很多 很多好吃的美食 比如说有七拉米啊 有萨白蜜蜜啊 有肉粽啊 然后还有那个 米粉汤啊 OK 那中午还没吃饭呢 还有滷味 我中午还没吃 这样子 有点口水快流下来 我们这里好吃的东西 可多着 对 大家来吃一下 我们严惩的美食 所以我们从蓬莱路 到西子湾 丁海路 哈马兴的铁道公园 古山路 新乐街 烟城国中 高雄市电影馆 然后沿着我们的爱河 河西路的爱河单车道 是 另外到柏尔的这个大义仓户区 再回到终点站 OK 那重点来咯 ABC这三个地方 你只要挤满三个骑士章 是 我们就会有得到精美的好力 以外呢 因为你玩棋嘛 是 所以我们就可以参加抽奖 OK 那这个抽奖呢 奖品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是 有机票 有 对 有福山来回的机票 是 那刚刚你讲的这个把拉酥 你还没去做 就可以先拿来吃了 先拿到哦 那另外还有我们在地知名饭店的餐券 是 那当然我们也有这个 旧正兰的这个文化馆的体验券等等 都非常的丰富 奖品非常的丰富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 下一张就是 我们谈到的是乘风而骑 这个整个活动八二六就开始了 一直到10月28号 所以整个在秋季的时候 是很适合在高雄骑乘单车的 那有八条路线十个题字 等大家来体验一下 很好玩的 尤其刚刚其实 旧厅你都说过了嘛 这几个路线都很结束的 任航大秋亚洲湾区 那还有凤山的古迹文艺之旅 另外我们的夜骑 那还有铁定生态海风的骑机 另外还有就是 阿公念金山的这个骑程 另外还有二日游的 山林美农福气二日游 那我想这些呢 在上面都有著名的 这个时间跟梯次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 赶快来报名 OK 好 那我们的画面 就回到我们的现场 其实今天我们教掌 来到我们在播当中 跟大家来介绍乘风而骑 大家会发现说 哇 现在的高雄市 骑程单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尤其杨姐常常会发现 好多的朋友 他们可能就租着公共脚踏车 那就三五好友 四度的去玩 那很多 尤其杨姐会观察 他们口音 好像是香港的游客 对对对 韩国的游客 新加坡 日本的 新加坡的 其实会发现 其实高雄市越来越多 这样自由行的旅客 来高雄了 是 高雄真的是一个 还蛮适合骑自行车的地方 那而且高雄真的是 一个天气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如果来我们这边 骑这个脚踏车呢 其实这几年 大家都比较重视健康 那也重视比较慢慢的旅行 深度的体验式的旅行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欢迎大家 我们有办了这个一日游 二日游 还有我们的夜期 这些游程呢 我们都欢迎大家赶快来报 OK 好来 那局长是不是最后呢 请您跟大家做最后的补充跟呼吁 好 我们高雄是适合骑脚踏车的地方 那这一次的乘风而起呢 包括我们的这个千人的夜期 那也欢迎大家来现场报名 那我们也在这里呼吁大家 骑脚踏车游程的这个同时呢 也不要忘记哦 要注意安全 当然 尤其你的基本配备都要游哦 是 尤其我们的脚踏车前后车灯 一定要记得要装 还有记得戴安全帽 而且有一些是在白天的时间 这个补充水分 对 水分很重要 很重要 那可能自己流汗的部分的话 戴个毛巾啊 是 或者是你有可能一些自己的配备 我相信有很多骑脚踏车的朋友 他们装備都很多转 所以你来来参加我们的夜期 那个应该是有那个精美的小礼物 我知道应该是那个两感筋 是是还蛮舒服的 好 我们听众朋友 就说大家有幸福 可以像我们的成风而起 我们有官方网站 对 以及呢 活动的FB 那当然我们的观光局的网站 那就一定都有相关的讯息 大家可以看看 你时间有多好 快报名哦 而且真的名额不多 很快就秒杀了 大家赶快趁机会把握一下 跟亲朋好友 大家一起来骑 卡打车 成风而起欢迎你 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高雄市政府观光局 我们的曾志文局长 来到杨洁节节目 谢谢 感谢您 谢谢杨洁 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